六十一萬人參加了民主派立法會選舉的初選 以行動去抗議特區當局的意圖高壓 是香港人在《國安法》之下如水抗爭既有的一章 但也引起了北京聲言追究甚至不惜動用《國安法》 一個本來宣傳聲勢不足多數傳媒冷待的初選 最後招來超過六十萬人參與 除了是香港人敢於發聲 也不能不歸功於特區當局的高壓言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首先出現恐嚇 此初選抵觸了《國安法》 其實是言之無懼 也不見到任何國家安全的執法行動 接著在初選前夜由警方出手 搜查協助初選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結果令初選延遲了三小時才開始 也都將初選投票變成另類抗議的途徑 正如七一當日 二萬的香港人仍然在街頭遊走 雖然行無定向 但信息明確就是人心不死 抗爭如水 而今次初選大家拿著身份證和住址證明 去到街頭街尾的初選站投票 只求表達自己的意願 沒有衝突也都無暴力 無論如何警方都難以阻止 即使逐個是首身折查 也都無法邏輯罪名 如果搞到龍行反絕 在全港二百多個地方 爆發警民衝突 就真是大事不妙 流水抗爭 往往令到當權者進退兩難 他們不能麥不發聲 因為完全不干預 就代表了默許 代表了無能為力 或者害怕亮劍 不過 勉為其難地介入 但又言不成理 查無實據 恐怕 會是會損害本身已經低下的政府公信力之餘 更加只能幫倒忙 為反對運動助言 不久之前 曾國衛硬指初選 一是操控選舉 二是密謀癱瘓政府運作 兩者皆有抵觸國安法之嫌 正屬此例 四年前 自由黨立法會候選人周永勤 在競選期間宣佈退選 因為他不想支持他的人 只是想交代罵法 或者付出代價 整件事看起來 是涉及刑事恐嚇 和選舉舞弊 但最後 不了了之 沒有人因為操弄選舉而入罪 反觀民主派初選 是屬於自願參加 組織者 沒有脅迫任何人 至於明樂孫生的人 是否順手承諾自動退選 而市民一後 又是否按初選的結果投票 一切都是適從尊便 這樣 有什麼好追究呢 又好像今年三月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 指該黨的初選機制不公平 結果又內定之嫌 因此 他不參加初選 但亦都見不到當局介入 而今次民主派初選 是一人一票 公平競爭 沒有人投訴有預定的結果 一些敗選者 事後亦都公開表示接受結果 但為什麼沒有人投訴 當局又自告奮用 去展開調查呢 那些市民退一萬步 就當初選是所謂操控了 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 但如果不涉及外國 或者境外人士組織 這樣無論如何穿鑿附會 都跟國安法扯不上關係 國安法第29條第一款規定 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 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 資助 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 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 破壞 並且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才能夠算是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同樣指控民主派初選的人 協議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 是顛覆國家行為 也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國安法》第22條寫明 只限於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 或者其他非法手段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政權機關 依法履行職能、裁算犯法 《基本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 都提到 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時 行政長官必須採取的應變措施和行動 可見 否決預算案是《基本法》容許的行為 其實初選在參與者之間只是君子協定 在候選人和選民之間是沒有約束力的無形約定 主辦機構是沒有權力懲罰、違反承諾的人 又憑什麼操弄選舉呢? 因此以《國安法》將初選主辦者入罪實在匪夷所思 但執政者既然可以全國人大常委決議 去解決所謂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 亦都可以全國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去代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 今次如果要針對初選組織者 但可以再次釋法以國家安全為償 是否決財政預算案為危害國家的行為 不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即可以將被告帶上國家安全法庭 只不過顧忌重施的同時 正好是向國際社會示範在政治需要之下 《基本法》是一個選項 《國安法》才是真章 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 別忘記要找人